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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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讲呢 我希望给大家探讨一下我们的城市的这个环境设施 除了大家目前身边看到的这些以外 它还走向一个怎么样一个多元发展的这个趋势 那首先我们今天来看这个第一讲 环境设施以城市家具 那大家都知道环境设施这个词 其实发展到现在这个词还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村位 比如在英国它叫做街道家具 叫街道家具简称叫做SF 在欧洲很多人把它叫做城市装置或者城市配件 那一般来讲呢 现在日本这个词用的比较多 它叫做步行者道路的家具或道路装置 叫做街具 所以你看到很多日本的设计的这个书 设计的期刊里面都有街具这个概念 其实就是指的是环境设施 那在中国呢 它在国内呢 它一般叫做环境设施 也叫做公共设施 也叫做城市环境设施 那学者克拉尔呢 他做了一个系统的总结 他认为这个环境设施呢 是城市中开放的 用于室外活动的人们可以感知的设施 这里面他谈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第一个是什么呢 要有一定的几何特征和美学质量 同时呢 要是公共的办公 所以公共的属性 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个呢 我们国家的一些学者 在长期的这个研究当中呢 也做了一些归纳 他说这个环境设施啊 它包括了公共绿地 广场 道路和休息的这个空间等等 最主要的是 第一个是大众敞开的 第二个是为多数共中服务的 可能是一些自然的 也可能有一些人工的这个设施 所以这个点呢 是各自学者的这个观点 总的来讲 我们综上所述啊 前面这些学者综合起来看 设施指的是 在公共街道和社区当中 为人们生活提供条件 和一定质量保障的各种公共服务系统 以及相应的识别系统 所以从这些词里面 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关键的属性要素 比如说为人服务 公共性 识别性 所以从这里面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些 跨专业的这个属性 那大家看到在整个这个 公共服务当中 它其实包括很多的类型 比如说交通 娱乐 文化 休闲 你在公共生活当中 会碰到各种各样的 这个公共服务 另外一个呢 它是一种统一规划的 统一规划的 它是在公共场合是免费的 或者说低价给人使用的 它是一种社会的公共资产 社会的公共资产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整个这个 户栏 全是统一规划 是吧 有城市来投资进行建设的 另外一个 我们要谈到这个环境公共设施呢 谈到一个所谓的环境 这个环境这个词啊 一般来讲 它指的是室外和室内 两个环境的总称 但是我们的公共设施 一般来讲 它更多的指的是室外的 当然少量的也涉及到室内的一个部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环境设施设计 我认为是一个跨专业领域的设计 其实对产品设计 工业设计 环境艺术 甚至是视觉传达设计学生 都是非常值得去学习的 因为这个当中 你从环境艺术的角度来讲 设施它首先是一个环境当中 这个运用艺术和技术手段 达成的一个景观装置 对工业设计或产品设计学生来讲 他要通过这个材料 赋予他美学 按照以人为本的一些中心的这个思想 为提供的一个装置 提供的一个产品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 他具有很多专业的这个属性 专业的属性 为了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环境设施 那我觉得除了这个概念以外呢 我们还需要来看看它的一些功能定义 功能这个词是比较康泛的 一般来讲 它是能够提供产品 或者设施某种用途的 发护公用的 叫做功能 那实际上这个环境设施呢 它有很多个功能 首先第一个功能 我想大家都知道 学设计都知道 使用功能是第一位的 这个使用功能就指它怎么样去服务于这个公共的需求 这是最主要的 另外一个呢 你不可避免也有一些次要的功能 比如说这个月报栏 除了月报以外呢 它同时还能提供什么呢 提供天气 预报的这个信息 比如说这个路灯 除了照明以外呢 它可能还具备一个 在这个公共场合里面播放音乐的那么一个功能 所以这是一个 所以大家总的来讲 它发挥的这个主要价值 还说它能够发挥公共的这个服务性 第二是审美功能 审美功能呢 我想大家学设计专业的都知道 审美功能就是说它具有景观的艺术感 它能够反映一定的美学 它能反映一定的地域文化 它具有非常丰富的 这个这些符号性 都是它的审美功能 应该来讲 公共设施它作为一个实体的这个景观 它对我们的这个 对我们的这个景观环境 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强化 包括这个塑造的这个作用 第三个是文化功能 然后我想 虽然设施没有建筑 那么来的这个给人感觉的这个印象 符号印象强烈 但是不可避免的来讲 你看到这些 这是日本的一个地面铺装 你都可以看到它整个这个地面铺装当中 所反映出来的当地的一种地域 文化 宗教 民俗 还有一个呢 是空间划分功能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设施啊 它每个一定距离的摆放 它的这个排列 都不可避免的会起到了一个划分 和营造空间的这个作用 营造空间的作用 像那个杨盖尔在那个就是 交往与空间当中 他谈到 就是人的这个步行距离 一般是 500米 所以它在这个整个 就是一半的这个距离 左右大概在270多米的时候 就要有意识的去 按照这个魔术关系 去排列这个设施 所以在这方面呢 它起到一个空间的划分功能 另外一个呢 它也起到一个 引导市民意识的功能 你还有很多公共设施 有很多公共设施 那这些公共设施 它有的需要你规范 你的城市的这个次序 比如说只能这样走 这边不能跨过去 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也有一些信息的指示 它告诉你 应该怎么样去行为 或者你想得到什么样的信息 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 我们非常这个要关注的 就是说它还有一种 促进你的交流 促进你互动的 那么一个功能 所以现在这整个城市 不断发展过程当中 对这一块 促进社会公众的交流 互动越来越重要 所以你可以看到 像这个是瑞士的 这个一个小城里面的 这个设施 它在里面 它可以休闲 它可以交流 它可以饮水 所以在这方面 就是说有很多的功能 赋予了它 所以它变成一个 非常宜人的 发挥很好作用的 那么一个城市的这个装置 第三呢 我们可能也需要 从一些关系来认识 什么是环境设施 环境设施 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景观艺术 也不是一个 只是功能型的这个产品 所以呢 在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看到 就是说 这个街区的这个景观 街区的景观 决定了环境设施的这个视觉的这个风格 因为在美国大城市的消亡与盛当中 曾经写了那么一段话 说这个城市的街区有生气 城市就有生气 城市的街区沉闷 这城市就沉闷 所以这个这个街区除了这个整个街区 街道建筑里面以外 设施也是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东西 所以它跟这个街区景观之间 它存在一个相互影响的那么一个关系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像这个米兰的那个巩朗 对吧 巴黎古城的风貌 包括像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巴黎的这个这个街景 其实这些东西都最终都影响到了 这些设施的这个型 这个符号形象 第二个呢 我们也认为环境设施呢 是城市街区景观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街区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图形 它的明确的符号形象 其实有助于整个街区景观的这个构成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它可能通过点的形式 包括很多地上的花盆 可能通过线的形式 线的形式 比如说像这样 这个花旁边的这个围核的这个部分 还包括这个体的部分 包括面的部分 让它整个变得非常的这个丰富 变得非常的这个丰富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是那个 韩国釜山 叫做海云台的这个地方 所以你在一个小空间里面 你看到非常丰富的这个元素 非常丰富的元素 还有一个呢 就是环境设施啊 除了跟街区有关以外 它跟人有很多关系 它最重要的是能够激发人的活动 激发人的活动 严格尔讲 活动是整个社会公众场合当中 最对引人入胜的景观因素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 就是说它也谈到了我们后面会重点来谈 谈到这个活动 这个活动里面 它这个活动 它里面包括三种 比如说自发性活动 社会性活动 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 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 这个构成元素 那这些活动呢 的产生呢 其实对整个环境设施啊 提供了不同的这个要求 环境不同的要求 最后一个是关于城市环境设施的 个性和共性方面的问题 这个我想也非常好理解 共性 只要是公共设施 不管你处在哪个城市 哪个社区 哪个街道 它总有一个公共的属性 为什么 因为它是给 不是给某些人使用 它是给一个人群使用的 所以它必然具有一些公共的安全性 便利性 比如说这个宜人性 所以这个方面呢 它有一些共同特征 但是呢 总的来讲 你从这些画面当中呢 你会看到具有一些 个性的这个因素 具有一些不同于其他环境设施 典型因素 比如说 同样的设施 这是加拿大的 可能当地做食材 它所以用了这个食材的这个方法处理 可能这个地方的这个很多 信息类的展示啊 包括当地啊 可能喜欢学跟这种黑色有一些关系 所以它喜欢用这样的方法 所以呢 这些个性的典型特征呢 也是非常需要关注的 非常需要关注的 那这些红点呢 是展现出了一些 它共性和个性界的这个特征的这个关系 那谈到这个个性 每个地方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曾经报纸上做过一个调研 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这个里面 包括了要符合当地生活方式 要要具有地域文化特色 要适合当地的地理环境 要具有地方特色的色彩 它做了一个排序 最后发现 总的来讲就是前面这些项 是占的比重是比较高的 它认为展现一个环境设施的个性 可能在这些方面 相对来讲比较重要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设施 你去细细分析它的话 你必然从里面可以找到一些 共性的东西 可以找到一些这个个性的东西 共性东西包括它的可用性 它的公共服务 它的个性包括了 我前面谈到了包括了什么呢 包括了它的因人而异 设计是不同 所以展现个性不一样 因地不同 它这个地域设计 它基础在不同的这个地方 它的背景不同 所以它生产业 传现出来的面貌也不一样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是瑞士 一个边境小城 一个非常安静的小城 很多的这个设施 通过这个食材来做的 所以这方面可以看到 它具有独特的一个瑞士小城的特色 小镇特色 所以这方面希望大家能够在 后面的这个学习的案例探讨当中 能够去更多的这个